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什麼叫民主呢 這個問題是一個很學術的問題 中國外長王毅 跟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進行一個視像交流 有一個學術的討論 批評上屆政府 特朗普政府 美國政府 是國際秩序最大的破壞者 又說現在美國仍然未找到跟中國打交道的正確路徑 這個也是 王毅或者中國政府很寄望 拜登 跟特朗普有很大的分別 但其實 現在看來對華的關係最大的分別是什麼 就是特朗普單打獨鬥 對抗中國 現在拜登上場 聯同他的盟友來對抗中國 我想分別就是這樣 所以對於中國對王毅來說 兩條路 都不是一個正確的路徑 但他打了一個比喻 民主是什麼呢 他說他希望美國是尊重中方所選擇的模式和制度 他說民主不是可口可樂 全世界一個味道 這樣 這個討論是很有意思的 這個新華社報導 在這個視像的回談裡面 王毅又說到香港、台灣、新疆的問題 就說希望 美國停止干涉中國的內政 主權和領土完整 如果美國打台灣牌在那裡玩火 中國涉及國家利益的重大原則問題 是不會讓步的 也說 美方未擺脫上界政府的陰影 未走出對華認知的誤區 仍然未找到對中國打交道的正確路徑 我剛才也說過 這個 中國政府 一廂情願 期望美國 拜登政府和上界特朗普政府 剛剛朝相反的道路走 但似乎現在 看不到是相反的道路 甚至 上界政府 獨自去對抗中國 現在 美國是聯同很多盟友去對抗中國 客觀的效果就是 中國不能夠做合縱連橫 又或者說合縱連橫 是比較困難 即是說 拉攏美國的盟友 拉鬆 美國和盟友的關係 現在似乎 在這個問題上 比上界更加難很多 這樣 又說到霸權等等的問題 中國是不會稱霸 這跟習近平的口氣一樣 說到民主 民主不是可可樂 美國生產 在原章 全世界的一個味道 他說地球不能夠只有一個文明 或者需要照搬外國的模式到中國 他認為任何勢力都沒有資格去否定其他國家所選擇的制度和模式 他說沒有一個國家會按照其他國家的好戶來改造自己的制度 他說中國實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一種全過程 最廣泛的民主體現人民的意志符合中國的國情 得到人民的擁護 因為民主的形式 跟美國不同 就 被中國構想威權 專制的武戰 本身就是 不民主的表現 這個 我覺得 這個問題是很值得研究的 這個問題 民主是不是可樂可樂 美國生產的原章全世界的味道是一樣的 但是可樂都有很多種味道 最近有 所謂Direct Code 就是建儀可樂 又有Zero Club 就是武堂的可樂 又有原裝的可樂 還有很多 不同的國家都有生產不同味道的可樂 有些香港我們看不到 還有現在最新一隻就是 咖啡的可樂 又有咖啡味 又有可樂味 又喝完之後 就出來 你知道有些氣 就會有咖啡加上原裝可樂的味道 我不是很敢喝的 因為可能太多 當然 王毅某程度說得很對 這個可樂 也是美國生產的原章 而且 那個是高度機密 他的競爭對手 可可樂和百事可樂 都有少許的差異 你喝慣可樂的人就會知道 都是美國生產的原章 這個是 高度的商業機密 他也是發給其他的世界各地 就是 用那個原章去發展不同口味的可樂 你說 民主不是口可樂 我也同意 全世界也有很多不同的民主模式 你數 有美國的民主模式 總統就是 總統直選 有英國的民主模式 就是以國會 最重要的 在國會裡面取得 大多數的議席 他就可以組織他的內閣 會產生 那個政黨產生 那個首相 那個首相不是 直選 產生 如果你數這些 全世界都可能主要有 議會的模式 和這個總統的模式 民主 不是萬應名單 大家知道 民主不是可以解決一切的問題 民主也有很多脫陷 如果你讀 一些民主的專家 去討論 近世 例如 Larry Diamond 前一兩年出了一本書 說全世界民主的趨勢 他說 很多國家 是由民主走向不民主 具有民主的趨勢 除了說英美的民主模式之外 當然有中國自己引以為榮 所謂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 他就說是一種 全過程最廣泛的民主 體現人民的意志 我不知道 一個執政黨可以千秋萬世的執政 是不是就等於民主 這是一個很值得討論的問題 例如有俄羅斯式的民主 俄羅斯式的民主 普京做完總統就做總理 做完總理又做總統 然後就可以修改憲法 給自己 可以繼續連任 如果他繼續連任 他還未死 他的任期比史太林環要長 這就是俄羅斯式的民主 俄羅斯式的民主 在選舉前 之前選舉之後 都拘捕了很多反對派入監獄 讓他沒得選 俄羅斯式的民主 還有在選舉的過程裏 亦都做很多舞弊的情況 亦都在設計的選舉制度的時候 令到反對派 幾乎 沒什麼機會進入 除了那些 政治花瓶 就可以進入議會之外 有一位內瑞拉式的民主 他有選舉 有選舉 但那個選舉也是選來選去的 都是執政黨贏了 在選前選後 亦都對很多政敵 做了無情的打擊 拉入監獄 亦都控制所有媒體 如果我們稱這些國家都是民主的話 用中國的理論 這些都是民主 都有不同的 形式的民主 大家要討論的問題 各種招牌的民主作 各種不同口味的可樂 都是原裝生產 那個可可樂 不過有些人不同口味 喝不同的可可樂 但如果你說各種 冠以民主之名的 有民主的帽 那種模式 是不是就是真正的民主 我覺得大家 心中有數 哪樣好一點 當然 很多人很討論 如果跟學術的討論 最近西方也開始討論一個問題 我覺得挺有趣 就是說 民主能否解決 武肺的問題 如果你說 民主模式好 民主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你看看中國 和美國做一個比較你就知道 中國 在用 目前他的制度下 用一個很果斷的措施 封城的措施 用一個軍事模式 戰爭模式的措施 去解決這個瘟疫的傳播 行之有效 美國呢 不是呀 折騰了很長的時間 直到最近這個疫苗 大規模接種才開始慢慢跌下來 同樣地很多西方國家包括英國 都是一樣 大家現在目前歐洲 都是行民主的模式 不過 都有很多 因為 人們去反對社交距離 抗疫的措施 戴口罩 而令到 疫症 是沒有辦法壓制下來 大家就說 這個是 中國的民主模式 中國的制度 有效 還是美國 西方的制度有效 如果直接這麼討論 你看起來就是中國 人們可以自由流動 經濟又 又復蘇了 經濟增長十幾個百分比 經濟增長當然 賣口罩也發達 賣給西方 這個 有很多種原因的 賣呼吸器也是中國的 口罩是中國的 保護袍也是中國的 那麼大家就要問 為什麼 西方世界對這些 比較初階的 一些生產全部依賴中國 現在大家在檢討這個問題 但是大家又可能會問 如果說 疫苗的生產 疫苗的有效率 保護率 為什麼西方世界那些會比中國那麼多 這是一個什麼的問題 這是一個制度的問題 這是一個民主的問題 這是一個 鼓勵別人發明創造的問題 還是什麼問題 這跟民主模式有沒有關係 我又覺得 如果是客觀一點 是很值得做一個學術討論 民主是不是有效 押制疫情 民主是不是有效生產 一些保護率高的疫苗 民主是不是有效給 這個 科學創造 可以發揚光大 還是民主 就是 某些國家 說自己有民主制度 不過 做很多事情都是抄襲人家 偷人家 刪債貨 這是很值得討論的問題 說到這個可可樂 最近發生 其實也不是最近 這件事 我記得裡面 我都討論過 大概都是年多前 最近有個結果 有一位在中國大陸出生 移民到美國的華裔科學家 尤曉蓉 59歲 即是 快要花甲 避兇在可口可樂 做任職的時候 我想都相當高層 利用職位之變 盜取了 涉及 不含致癌物 雙分A 叫做 BPA3 的技術資料 然後用這些資料在中國成立一個新公司 這個新公司是 給中國政府的千人計劃 撥錢 最近在美國的填納西州的一個法院裁定他是盜取貿易機密 從事經濟 活動等等 五項罪名成立 11月 便會判刑 其實這是一個很典型的 中國 科學家移居到美國 然後在別人的研究機構裡面 爬到很高的職位 然後用職位 用職務之變 去竊取別人的科學機密 千人計劃也是 給西方國家的示威 示威 這一類經濟間諜科學間諜的一個大本應 案情就是在2019年 2月 我沒有記錯 就是起訴他 安情就說這位尤曉勇在2012年到2017年 在可可樂任職全球研究 首席工程師 很高級 我相信薪水也不少 在2017年和2018年期間 在伊斯曼化工做包裝發展經理 我想跟可可樂有關聯 期間盜取兩個企業的汽水罐包裝 在伊斯曼化工的雙分A 沒有致癌物質的雙分A 不含致癌雙分A 的技術 而且在中國開 同類的廠 我估計在道取這個商業機密裏面 涉及的金額 大概是1億2000萬美元 大概是9億3000萬港元 據我又是很粗錢的認識 其實是在說 那個罐裡面 那個可可樂罐裡面 其實有很多科技 除了 王毅說 美國生產唐漿之外 所謂美國生產唐漿 不是美國生產唐漿 而是用美國 可可樂廠的方程式生產唐漿 裡面那個罐 你等一些酸又甜的東西下去 那個罐的內層其實很須有很多 如果不是你金屬會 釋出很多不同的東西 是塗一層進去 那就是雙分A 很多那些 膠瓶我們去跑步拿著那些膠瓶 都很強調這些膠瓶 會不會有雙分A 會不會致癌 這個我想是某程度上 保護到這個罐 令到這些液體 不會侵蝕它 產生一些化學的作用 這個技術 其實研究了很長的時間 就是一個麻煩 盜取了 法院在審了12天 他形容尤曉庸蓉蓄意 讓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 山東省政府和威海市政府得益 而他和中國合作的夥伴威海金融集團 在中國政府手上獲得數以百萬美元款項 作為新公司之用 部分款項來自千人計劃 尤曉庸蓉 是處心積累 要從這個計劃 得到好處 起訴署也說 批評尤曉庸的盜竊行為是嚴重 以及早有預謀 早有預謀到什麼程度呢 我理解有很多年輕的 中國大學生去美國 導完一個博士讀另一個博士或後博士 一直在那裡 爬上去 他是不是一開始就這樣想呢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上去某個位 拿到某些人家的商業機密 科學機密 可能會被中國政府看重 你知道華人 他的心理狀態 是比較複雜的 他的身份 譬如中國人去到海外 跟其他國家的人都會有的 例如你來自愛爾蘭的 來自意大利的 來自非洲的 來自印度的 移民到美國 他也有他自己的 國族身份的認同 他是印度人 他是意大利人 大家會聚在一起 說自己國家的語言 吃自己國家的食物 但是 他們都會 比較 認同美國那種 制度文化 雖然很多勞騷 我看到不少 人移民到外面 外籍很多勞騷 對別人的制度有很多批評 但是你問他 你覺得這個地方好 還是你家好 當然這個地方好 自由又民主又賺錢 但是中國人 我覺得有點奇怪 那種牽連 那種黏連是很重的 而且 通常你家鄉有些人在 他又知道你在那裡 做了一些 即是很高級的工作 然後中國政府又看中這些高級工作 就會Approach 找你 可不可以幫忙做這些 又可能會 給錢你 你在大陸可以搞個實驗室 香港的公司 可能你會賺到很多 那就會 上吊 所謂上吊 不是 心不甘情 情不怨 他覺得自己 這頭有吃 在中國大陸又可以吃 又可以為祖國報效 多好 那種民族 情緒發作 就自不然會做這些商業間諜行為 他就說他最有預謀 在中國成立新的企業 盜取 這個機密 跟美國企業競爭 所以千人計劃 是中國利用 盜取美國商業機密和私利產權的計劃 司法部會繼續調查類似的案件 確保 中國明白這些犯罪行為是不能夠接受 我由王毅講口可樂 民主不嗜口可樂 講到科學家 盜取 可樂罐裡面的包裝 不含 致牙物質的 雙分A 我想提出的觀點就是 民主 是 沒錯 不可以 同樣的 制度 不可以百分之百 召叛 中國一直 在幾十年前已經是用這個口徑 中國的民主不是西方的民主 每一個國家都有不同的民主招牌 中國有民主招牌 人民民主專政 他有個專政的字在憲法那裡寫 美國有英國有印度有 俄羅斯有 委內瑟也有不同的招牌 哪種民主好 其實這是爭取不停的問題 但是 民主使得國家能夠強大 哪種民主招牌真是使得國家可以發明創造 是可以鼓勵到人的 現在你看中國現在這個做法 在美國的做法 無論是疫症的問題 無論是科學發明的問題 誰是領先世界 即是說疫症的 疫苗誰是領先世界呢 科學發明誰是領先世界呢 哪個國家是 是喜歡用 旁門左道的方法 去取得人的東西呢 哪個國家是喜歡抄襲人的東西 這是跟什麼有關呢我想知道 這個跟民族性有關 這個跟民主制度有關 這個跟文化的背景有關 大家可以直接 拿出來討論 我不是學術界的人 當然我會看不同的書 吸收他們不同的知識 跟大家分享 但是 每一個人 在他身處不同的地方的時候 他有不同的感覺 有些是 自己 體會的東西 不只是說 你爭吵完 就是說 我們的民主不同 你的民主 我們符合我們的國情 那麼大家就會信服 是不是 好 條片講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Patreon 繼續支持我心情厚快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早前呢 我在這裡向大家介紹這個NOT 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 隱藏你的身份之外 有些秘技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譬如如果大家有看這個Netflix的話 有些片 即是是美國人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這個NOT 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的話 就有機會看到 在美國 播出的一些電影或者電視劇集 又例如 如果你在網上買一些貨品 又或者是訂機票 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透過NOT VPN 登入了當地的IP address 你有機會 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個公司的政策都不同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做得到 現在訂NOT VPN 就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優惠碼 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是 3.71美金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現在大小 六個設備 可以一起上網 幾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 再見 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見